嗨 哈囉哈囉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故事說故事直播了 然後今天要來講的是 小豆子的故事 今天要分享是很短的一本故事書 然後它是一系列的 它有三本 我買到的是一套裝的 那這本 它這個系列有小豆子 然後呢 小貓頭鷹還有小豬 然後三本故事的 劇情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發展的方向 發展劇情不太一樣 一本是在講愛睡覺 一本是在講吃飯 一本是在講收拾房間的 那三本故事書的那個 寫法的風格 也是同個作者很像 然後呢寫法的 故事敘述的方式很像 會心裡笑的感覺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這本 小豆子 這本是我們之前有開過課的 然後之後 接下來兩個禮拜 我會跟大家分享小貓頭鷹的 還有小豬的故事 那我們今天要先來講小豆子的 這個是LITTLE BOOKS系列 它都是LITTLE BOOKS系列 小豆子的故事 好那我先來放一下 放一點點音樂好了 放一點點 storytime的音樂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同時也可以開這個 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才 因為我家人來美國玩 我們才今天剛剛去了 Newport Beach 就是新港的海灘 然後下午去了 Disney Downtown 去 Downtown Downtown Disney逛 一整個下午 這樣子 然後 就剛才去韓國 韓國超市吃飯 然後去逛超市 剛回到家 剛剛好趕上 我本來以為我今天不能直播了 結果剛剛好趕上 好那我先把它這個打開 我看一下喔 有耶 有人了 Hi 有一個人 就是你吧 兩個兩個 好啊 那是你跟我 我應該要先分享到我自己的頁面也可以 這樣子才會有人知道 可以看 有了又有人來了 Hello 有了又有人出現了 又有人出現了 好這樣子 才會有人知道已經在直播了 你要傳給 是別的社群嗎 對啊 不然都沒有人知道 欸我看到CINDY了 Hi CINDY 對啊 要傳一下 不然都沒有人知道 在直播 分享到 你的社群 我的時候 對後要分享到我的那個 課程社群 這樣才有人知道 在直播 等我一下喔 我把大家 就是把這個直播分享到那個 HANA老師的社群裡面 這樣才知道 在直播 有有有分享了 然後我看看還要分享到哪裡呢 光我自己的社群就三個 誒 有人了 我看到YUNA了 Hi YUNA 我看到J了 Hi J 就很明顯在這邊 好我看一下喔 有嗎 有嗎 哎呦 張翠奇出現喔 你怎麼了 沒事沒事 你是不是又做什麼奇怪的事情 剛好女兒 剛好女兒 所以說YUNA 當然還沒有要睡覺 誒誒誒 這位先生怎麼 顛倒了 鏡頭麻煩 好 剛好看羅安妮說 夜睡覺時間 又不是聽了 好啦 那我們又來就是分享一下 今天這本小豆子的故事 然後呢 是一個很簡短 嗨 我看到Iris了 嗨 然後 我們要來講小豆子的故事了 呃 今天要分享的 就是接下來兩禮拜會分享另外兩本 因為這一本是 它是三個一個套組的 它是三本不同的故事 那我自己是把它 剛好我是買這種 Bull Book 就是小書 它有大本的 呃 然後呢 另外兩本呢 是在講 另外一個是貓頭鷹 然後還有一個是小豬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這個 小豆子的 他們三個剛好一套 所以我就直接買一套 那這個是小本的書 是後葉的那種 適合年紀比較小一點的小孩翻 那它就是叫Little Book系列的小小書 因為它每一本開頭都是小豆子 然後呢 這個是Little Coots 然後Little Oil 然後這本是Little Pea 那我們要來講一下小豆子的故事了 嗨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 誰是小豆子呢 這邊有兩顆豆子 綠色的 這裡有一顆 這裡有一顆 你們覺得哪一顆是小豆子呢 這個嗎 No 這個比較大 這個呢 這是大豆子 這是小豆子 沒有錯 我來介紹一下 這個呢 是小豆子 那這個人是誰呢 喔 是這樣子的 小豆子呢 跟我們一樣他們也有家人喔 這個是小豆子 小豆子家族 小豆子呢 它有爸爸還有媽媽 所以呢 這個最大顆的是豆爸爸 然後這個第二大顆的是豆子媽媽 然後還有這個小小的是小豆子 它就叫做小豆子 小豆子呢 它有一個很開心的家庭喔 有爸爸媽媽 然後小豆子 小豆子平常都在幹什麼呢 小豆子的家人跟我們一樣 小豆子也會玩遊戲喔 它怎麼走路的呢 它是這樣子走的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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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滾下坡的 小豆子每天會自己去上學喔 它不用別人帶他去 它自己可以走路去上學 要怎麼去上學呢 就是這樣子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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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山坡下面的學校 小豆子的學校呢 也有很多同學 他的同學就在這裡 哇 全部都是豆子 他的同學全部都是豆子 這些都是小豆子的同學 小豆子的同學 小豆子的同學 我們來數數看有幾個同學好了 預備 1 2 3 4 5 6 7 8 9 哇 他這是小豆子幼稚園 這個豆子幼稚園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小豆子 每一個小豆子呢 他們都是來上學的 大家會一起在小豆子幼稚園裡面玩遊戲 他們會玩什麼呢 他們有玩跳格子 這樣子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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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有格子的遊戲 還會一起盪鞦韆 小豆子們會一起盪鞦韆 這些小豆子呢 他們 上課完了以後 下課要去哪裡呢 那就是要回家了 回到家了以後呢 小豆子呢 最期待的事情就是 他爸爸下班了以後呢 可以陪他一起玩 他們要玩什麼遊戲呢 小豆子呢 最喜歡跟他爸爸玩飛高高的遊戲了 怎麼飛高高呢 小豆子的爸爸很厲害喔 他會做在這個東西上面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根是什麼 湯匙 對 是湯匙 小豆子他爸爸就會這樣子 咚咚 壓下去 然後湯匙這邊 湯匙的屁股就會 咻 就把小豆子彈起來 小豆子就 啊 就會飛高高的 他就會跟他爸爸說 爸爸我還要玩 然後他爸爸就會把它放到湯匙上面 然後爸爸就這樣 咚 咚 咚 一壓下去 湯匙就會把小豆子 啾 飛高高的 小豆子最喜歡跟爸爸玩飛高高的遊戲了 然後呢 小豆子除了會跟爸爸一起玩遊戲以外呢 他晚上睡覺 要睡覺時間到的時候呢 豆子媽媽呢 都會講故事給他聽喔 你們的媽媽晚上睡覺前有講故事嗎 有 有 豆子的媽媽呢 豆媽媽會講故事喔 他會跟小豆子講 豆子的故事 然後小豆子聽完故事以後就會 就會睡著了 小豆子很開心 他喜歡去幼稚園上學 他喜歡跟爸爸玩飛高高 然後呢 他還喜歡聽媽媽講故事 可是呢 這個小豆子 他有一件事情就是 他最不喜歡最不喜歡的事情 那就是要 吃東西 是不是跟你一樣 最討厭吃東西 因為呢 小豆子的媽媽每天晚上的時候 就會準備一大盤的 嗯 這是什麼 你們看得見嗎 盤子裡面是什麼 盤子裡面是什麼 糖果 糖果 小豆子說 我最討厭吃糖果 耶 好難吃喔 最討厭吃糖果 哇 這個盤子裡面都是糖果 可是呢 豆媽媽說 小豆子 不可以喔 因為呢 豆子如果不吃糖果 就沒有辦法長大喔 所以每天晚上你都要吃一大盤的糖果 吃完了 吃完了 才可以吃點心 小豆子聽到了 就 不喜歡吃糖果 就臉 就哭臉了 小豆子就說 我最討厭吃糖果 你們知道嗎 糖果很難吃耶 你看我媽媽準備了這麼多糖果 叫我吃 星期一的時候要吃紅色的糖果 然後星期二的時候要吃橘色的糖果 星期三的時候要吃這個 什麼顏色的糖果 黃色的糖果 星期四要吃點點的糖果 一想到就快暈倒了 然後呢 星期五的時候要吃挑紋的糖果 好難吃喔 然後星期六的時候要吃這個 粉紅色的糖果 一想到就很想吐 然後呢 星期天 最可怕的要吃這個 彩虹糖果 小豆子說 他一想到要吃糖果 就好想吐喔 一想到就頭痛 小豆子很討厭吃糖果 可是豆媽媽看豆爸爸說 小豆子 你要乖乖的把糖果吃掉喔 你看 我跟爸爸呢 之所以可以長得這麼高這麼重 那就是因為呢 我們都有吃糖果 你呢 你看你長得這樣子瘦巴巴的 那麼小 那麼小 就是因為你都沒有吃糖果 所以才會長不到 所以小豆子 你要一定要吃完喔 今天晚餐盤子裡面有幾個糖果 我們數數看好了 很小 一二三四五 有五個糖果 你只要把這五個糖果吃完就可以喔 小豆子說 五個糖果 可不可以吃一個就好了 媽媽說 嗯不行 如果你想要吃點心的話 飯後甜點 你就一定要吃五個糖果才可以喔 小豆子說 五個糖果 好吧 小豆子就開始吃他的糖果喔 好 天啊 我最討厭吃糖果了 小豆子呢 拿了第一個糖果 放到嘴巴裡 好難吃喔 小豆子吃了第一口了 吃了第一個糖果 還有四個 小豆子又拿了第二個糖果 終於吞下去了 這個味道好噁心喔 終於吃了 五個糖果 吃完了兩個 還剩幾個 還剩三個 快要吃完一半了 小豆子拿出了他的第三顆糖果 然後 快點 快點 趕快吞下去 趕快吞下去 吃完了第三個 臭臭難吃 喝點水好了 哇 小豆子說沒關係 五個糖果 吃了三個 剩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剩兩顆而已 太好了 小豆子拿了第二個 倒數第二個 就是第四次 第四顆糖果 然後 憋氣 小豆子把第四顆糖果 吞下去了 小豆子說 太好了 剩下最後一顆糖果了 我快吃完了 小豆子把最後一顆糖果 咕嚕 推下去 吃完了 小豆子看著空空的盤子 很開心說 媽媽 我吃完了 你看 我把所有的糖果都吃完了 我可以吃點心了嗎 然後豆子媽媽就檢查了他的盤子 嗯 很好 你五個糖果都吃掉了 那現在你可以吃點心了 小豆子好開心喔 你們嘲笑不要猜猜看小豆子的點心是什麼 是冰淇淋嗎 還是餅乾 還是汽水 我們來看看他的點心是什麼 豆媽媽數三二一就要把點心拿出來囉 三二一 噔噔噔 豆媽媽說 小豆子 你最愛吃的點心來了 哇 小豆子看到就大聲喊 耶 我最喜歡吃菠菜了 哇 小豆子最愛吃的點心是spinich 是菠菜 原來豆子最喜歡吃的點心是菠菜 小豆子說 太好了 我每天最想要吃的就是菠菜了 然後呢 小豆子就很快的 一口 兩口 三口 嗯嗯嗯 吃完了 嗯 好好吃喔 小豆子說 媽媽可不可以再給我一碗菠菜 我還想吃 媽媽說 不可以喔 明天晚上如果你可以乖乖的把五顆糖果都吃掉的話 我就再給你吃一碗菠菜當點心 小豆子想到 喔 又要吃糖果 好吧 那明天我會乖乖把五個糖果都吃掉 你要記得幫我準備一碗菠菜給我吃喔 哇 小豆子呢 吃完了 媽媽說 OK 今天你有乖乖的吃完糖果 又有吃了點心吃菠菜 那你可以去刷牙睡覺了 哇 這就是小豆子的一天 哇 原來呢小豆子跟你們一樣 他很討厭吃飯 而且呢 但是他跟你們不一樣的是呢 他最喜歡吃的竟然是青菜 然後呢最不喜歡吃的就是糖果 但是呢他有乖乖的先把不喜歡吃的東西吃完 然後才吃他喜歡的點心喔 好啦 那我們就幫小豆子拍拍手 要跟他說掰掰囉 掰掰 他要去睡覺了 掰掰 好了 這個就是小豆子的故事 這本故事很可愛 他是用一個顛倒的方式去跟小朋友講吃飯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小朋友不喜歡吃飯 然後呢這本故事的作者很幽默 他讓小豆子的角色跟人類交換 因為呢人類呢我們的小朋友都是不喜歡吃青菜 可是很喜歡吃糖果 但是呢小豆子跟你們相反 他很喜歡吃青菜最討厭吃糖果 所以呢這個故事很好玩 他就是拿不喜歡吃東西的這個主題來介紹 那我也很喜歡他的畫風 他是一個畫風很乾淨的一個系列 他的圖案和文字都不多 然後很簡潔 然後呢因為是中文版講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玩到裡面的一些趣味 如果英文版講的話呢 他會講這是 LITTLE PIT MAMA PIT 和PAPA PIT 然後他會講說 比如說他有他的好朋友 叫做P-PALS 他的好朋友們 豆子們 豆子幫 然後呢 他裡面會有寫就是什麼 我看一下喔 他最討厭像這個 他這個排版很好玩 你看他就是很孤單的感覺 因為他這個大畫面 就只有一個小小圖案 然後呢他最討厭吃的是CANDY 他就特別把這個字放大 然後他的畫面這個也很好玩 他就是一個禮拜七天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後剛好他就是 這本是適合大概三歲到五歲左右讀的書 所以呢他就是有教 從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這樣子走 所以說你可以剛好復習一週七天 那同時有七種糖果 那他也運用到了 像這邊有五個糖果 所以小朋友會去數上面畫面的糖果 然後呢 大小的圖案像豆爸爸豆媽媽 然後呢小豆子 他就有一些很鮮明的對比 那他的畫面非常乾淨 沒有其他的背景 就是只出現了主角和他所要講的那個東西 所以這一個是這本繪本的一個風格 那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很簡潔很簡單 畫面很乾淨 那故事就是用一種編導的方式的幽默 再去講 那另外兩本也很像 一本是在講不愛睡覺 另外一本是在講不喜歡收房間 所以呢 他就是拿了三個小朋友 會喜歡比較常有的這個主題 生活問題 來做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 怎麼講 在教學 就是讓一個引導的那種書 就是在做一種生活引導的 但是他是用小動物的方式和小豆子的 這些其他東西的去做一個 跟我們人類做一個顛倒的反差 然後再講關於就是生活常規的引導 所以這一套系列很適合大概三到五歲的 薛林前的小朋友看 然後我還蠻喜歡的 所以我買的是這種 報 book 就是翻印印書 這種就很適合小朋友自己翻閱 因為那個大 他有出大本的 但是大本的翻很容易會撕破值 那像 美國他常常買的時候 會有出兩種版本 一種是像這樣子 硬殼的書小本的 內容是一樣的 可是這個就很適合小朋友翻閱 容易翻 然後也不容易撕破畫面 那他這一本就是 是學習書 是讓小朋友自己閱讀的 畫面跟文字都很簡單的 所以他就有 他是這樣子一系列 那如果還蠻推薦的 你們可以直接買這樣子 三本一盒 我覺得這三本都蠻值得收藏的 很可愛 好啦 那就這樣子囉 下個禮拜要來講那個 小豬跟貓頭鷹 下個禮拜講小豬好了 然後下下禮拜來講貓頭鷹的故事 好囉 那就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 今天的故事書 那下次 下個禮拜再見 我看一下 哇 我看到Catie了 嗨 然後還有Landy 然後 純軒 好多人喔 唉唷 還有那個 圈圈爸也出現了 對啊 這本推薦給你們 因為我看到好多出現 有些是我自己的 呃 Justin 就是自己的朋友 然後都是有小孩的 那就很推薦這三本書 可以 欸我這邊有一個觀眾 他的手出現 哈哈哈哈 這邊有 你看你在這邊 沒有 我的子女 他從台灣來玩 然後他剛才就在這邊 就是現場觀眾 在聽故事 然後 對 這本今天故事講給他聽的 因為他不愛吃飯 哈哈 然後 他不吃飯 然後這本故事適合講給不愛吃飯的人聽 那 對啊 很棒的內容 謝謝 這本很推薦 然後呢 台灣已經有出版 就叫小豆子 你們可以去買 好啦 那我們今天 因為我家人在這邊 所以呢 我今天就不多聊了 下個禮拜一樣 星期 美國時間 星期三 晚上八點半 台灣時間是星期四 星期四 八九十四 十一點半 中午十一點半的時候 到十二點 會講故事 那就下禮拜見喔 拜拜 下禮拜要講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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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tle Oil的那一本 拜拜 好 我先把它關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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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